同学们好 来看一下上面这个清大研究所考题 我们要找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可以有很多种解法 我想要用各位同学在一开始学工术的时候 可能会解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老师们也会讲说 这叫一阶的线性维分方程式 一阶线性维分方程式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解法 当然简单或难 有时候也很难表达 如果你弄懂的话就简单 如果你一直弄不懂的话就很难 不过我希望同学不要被公示的情况之下 一步步推的话 同学应该会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那我就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推荐 这个题目我先给它乘三个函数 这个函数刚开始有关 然后再安排第二项Y的前面是F的一次维分 这个好处是说 我们以前有学过两个函数相乘的维分 它可以表达成F的维分 再加上另外像是G的维分 一个是为前面的F 一个为后面的G 然后相加 现在是颠倒过来想 有一个为后面的Y 一个为前面的F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合并一整项的维分 可以的 F乘上Y一整项再维分 那当我可以把它表达成一整项的维分的时候 我就把FY当做一个所谓的硬变数了 那直接积分它就可以了 这个积分的过程中可以把那个维分的形态把它解除掉 也就是电层 左边的部分是FY对X维分 现在对X积分 然后右边也是对X做积分 然后再加上一个积分常数C 然后对X的维分 还有对X的积分抵消掉之后 左边的部分就是F乘上Y 但是我现在在旁边算一下F是多少 我们来求一下F 我是安排F的维分 等于3倍的X平方乘上F 那我就把F放在同一边 然后自变数也放在另外一边 这个时候我的积分就可以单纯化了 就是左右两边同时对X积分的时候 左边可以变成单独跟硬变数有关的积分 然后右边的话是单独跟自变数有关的积分 这个F的推导过程中你加积分常数带进来之后 最后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不加了 对X的维分对X的积分抵消掉之后 左边的部分就可以算出 它的答案是F取自然对数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X的立方 所以我的F会是exponential的X的立方 把这个F带到这边来 对左半边来说就是F乘上Y 对右半边来说它就是X的五次方 乘上自然指数函数 积分它再加上了积分常数C 出题老师一定希望你把这个积分式找到了 那我就把它找一下 首先我会把这两格的变成一整项 我希望它变成跟自然指数函数的微小变化量有关 但是一定要再乘上些什么 乘上些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观察 这还没有写完 乘上些什么我可以这样观察 就是我先把我希望有的函数形态拿来为分 然后再乘上X的微小变化量 这个会发现说它会变成3倍的X平方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的立方 那我需要的是 就是要想一下我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比X 我需要的是自然指数函数乘上比X 就这个 自然指数乘上比X 所以自然指数函数再乘上比X的话 它会是3X平方分之1 再乘上自然指数函数的微小变化量 就那个哦 那个要拿下来这边用 这要除以3X平方 好 所以现在可以把它整理成三分之一 好 乘上一个积分式 积分式的话是X的立方 再乘上自然指数函数的微小变化量 好 再加上一个积分常数C 那同学们有学过积分法则里面 有一个积分的方法是 U底V等于UV减掉V底U 好 就这个 这个现在可以用一下 好 所以这个是三分之一乘上 好 U跟V相乘 好 U的话就是X的立方 V的话就是自然指数函数 好 然后再减掉V比U 对调一下 V比U 好 然后 同学有看到后面这个积分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常常用的积分 就是自然指数函数 如果是X次方要积分的话 好 那我们应该可以联想到 它就是X次方 再加上积分常数C 好 现在是把X当作X的立方而已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算出答案来的 好 这里把它写成 三分之一乘上 里面的像是有X立方 乘上X三次方 好 后面还有一个减掉X三次方 好 再加上积分常数C 好 各位同学我已经解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好 只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我看我把整个像字好 全部除以这个自然指数函数好了 这样 看起来好像比较漂亮 好 全部除以X次方 所以左半边是留下Y 然后右半边的话 留下三分之一的 这个X次方 减掉1 好 那再加上C乘上X次方 好 这个除以这一项 除以这一项 把那个相组符号拿掉之后 这边要加一个符号 这边分母拿大分子 以存取的负的X立方 好 以上是这个问题的解答过程 请同学们参考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